当方格要消失时就会出现这个特效 是不是很酷 反正我觉得酷毕了 但由于这个酷毕了的东西 差点把我搞死了 这后面衍生了无数个bug 然后我怎么的也修不好 为什么这会一起消失 我只要消失一个就好了 今天一起传二无 是正要睡的我 突然收到一个陌生讯息 对方跟我说 看了linkedin上的我 知道我喜欢制作游戏 想要告诉我一折 我可能会感兴趣的机会 听到这不用说 这根本超像诈骗集团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 我查了这个人 也查了这家公司 这是真的 开始阅读对方的招聘需求 第一条 个人或专业的游戏开发经验 专业的没有 个人的倒是一堆 第三人称 跑酷游戏 第一人称 步行模拟游戏 第三人称 跑酷游戏 二D抑制游戏 第二条 之前的C++经验 根本没有 因为制作太多Unity游戏 C++根本忘光了 于是我 开始恶补了起来 并且决定制作一个小游戏 我打开了Fizio Studio 脑袋空白了几年 跑了一下城市 感觉好像需要全萤幕 于是我打了一盘城市 再跑了一遍 很好 全萤幕了 看到这个字 又感觉 字幕好像要置中 于是我又打了几盘代码 字幕现在可以置中 然后我脑袋又空了 一直没有想法的我想要出门走走 就找不到钥匙 就在这时 我突然有个想法 要不做个找钥匙的游戏吧 于是我又做回位置上 觉得要先制作出一个框框 我就做了一个小框框 干脆地图 接下来就要制作玩家 我就在某一个位置上 加上了玩家 就是这个0 然后呢 我想要制作陷阱 如果玩家碰到红色这个 就出了 很好 生成出了一个 我想玩家没走一步 这个陷阱就会以倍数去增加 所以我设置了玩家移动 只要玩家碰到陷阱 就会跳到输了的画面 接下来就要放置关键的了 那就是钥匙 我把钥匙随便放在一个地方 只要玩家拿到钥匙 就赢了 这就是最后的样子 很简陋 但玩法都有了 如果这样能被录取 我真的要偷笑了 做好简易游戏的我 实在又控制不住的 打开了Unity 我总感觉这游戏在Unity做出来 肯定也很有趣 我迫不及待的 想要完成我这个游戏 打开了Unity 思考了一下 发现我好像需要制作钥匙 于是我又打开了Maya 这次我很快就能上手 但还是捏了几小时 因为我捏坏了 从这里面看这钥匙 非常完美 但是里面 幸好我不是应替三丁建模的岗位 当我回到Unity时 发现地板好像需要图案 于是我又去了Photoshop 这个就容易多了 直接上个底色 然后再画四条白线 不用一分钟 图案就解决了 接下来就要用这个小地板 去生成好几个 然后形成一个大地板 这时你会怎么做 一 用这方格 一个个的在游戏里建造出来 二 直接用程式生成 如果你选择了第一种 那么恭喜你 非常的适合成为一名光卡设计师 而我选择了第二种 于是我开始写程序 我设置了长跟框 以及方格与方格之间的间距 它可以生成10x10 30x30 或是100x100大小的地板 就要开始制作角色了 幸好上中我已经把角色移动住好了 我只要偷用它 以及把立下动画 棒 角色可以移动了 接下来我要生成钥匙了 因为在生成方格的时候 我已经把每个方格都存入资料库了 所以我只要用这个随机数 然后让钥匙生成在其中一个方格 就可以了 而玩家只要到了钥匙的方格 就跳转到获胜的界面 万事都具备了 现在就要来让地板消失 玩家没走一格 方格就会以步数去消失 第一步 消失一格 第二步 消失两格 以此类推 这样才刺激 那因为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bug 就是当钥匙生成在我角 消失 我直接获胜 于是我把玩家也一起随机生成了 钥匙跟玩家怎么的生成 肯定遇不到一起 但是会出现在旁边 那只能说 你运气不好 快去买个什么 因为这游戏 就是要让玩家掉下去 然后一直玩 所以接下来就要制作 当玩家不胜跌落时 就重新开始游戏 玩家不管怎么的掉落 就会一直不断的开始 只要玩家不通关 我就会很开心 因为地板消失的太丑了 于是我又制作了特效 当方格要消失时 就会出现这个特效 是不是很酷 反正我觉得酷毕了 但由于这个酷毕了的东西 差点把我搞死了 这后面衍生了无数个bug 然后我怎么的也修不好 第一个bug 为什么这会一起消失 我只要消失一个就好了 于是我想了想 那千万不同的材质总可以了吧 于是我用了两个材质 一个是原本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特效 只要这个方格是准备要消失的 我就换成特效材质 然后 消失 消失是消失了 但只是皮消失了 这感觉有点像 你人皮没了 然后只留了个骨头 于是我也想了想 那我在消失后 把它伤了不就好了 理想很美好 现实又给了我打击 确实是消失了 那旁边的皮就无缘无故 没了 这有点像是 你皮没了 然后消失了 但你不甘心 偏要在消失之前 把你朋友脱了一层皮 想来想去 就是我资料库处理的不好 当我在测试第三个关卡时 这个bug又来了 这被脱了成皮 这朋友 骨头还在 所以玩家可以在上面行踪 果然逃避的事情 还是要解决 在解决的过程中 我的特效不会出来了 我的地板不会消失了 然后我的地板全消失了 就当我以为要成功时 地板突然又消失了 总之 在我的努力之下 最后是成功了 但是特效消失的有点快 不过没关系 至少都能正常运行了 接下来就是制作UI了 玩家按下ESC 就会跳出选担 以及胜利的界面 因为前面花了大量时间 隔天又要面试 我的UI界面就随便有了点 BOOM 游戏已经能正常运行了 当然是假的 当我要进入到下一关时 角色会突然动不了 为了让玩家感觉电脑没问题 我又加入了这个界面 让玩家一同 或是不胜跌落时 这个界面就会跳出来告诉你 游戏正在加载中 这界面非常重要 这是不加的感觉 这是加了的感觉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至少我知道游戏没崩溃 都设计好了之后 这是最后成果 花了13小时左右 要制作的游戏 好 现在 我们是第一关 然后我可以正常移动 然后那边有 有风格已经消失了 可以 往前移 哎 有风格消失 再往前走 有风格消失 简单 通关 嘿 OK 然后这是第二关 风格在那边 我们只要朝着它跑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非常的无聊 我也看不到 风格有没有消失 反正它它总会消失的 呃 好 它消失的越来越多了 哎哎 好 非常好 我我我 我这证明我游戏可以正常的运行 非常好 然后再走过去跑到那边 这游戏真的是烂到一个极点 哈哈哈 哇会玩这游戏的人 哇这 这是多无聊才玩了 这游戏 哎 OK 嗯 然后 OK 我快到了 希望不会马上就是 让我跌到坑里面 不然这游戏真的不好玩 OK 接下来我去第三关了 呜呼 这么多 然后可以看到 那个方向有钥匙 其他方向就没有 哇 这里真美啊 反正我只要往前跑就好 感觉这有点像 嗯 嗯 对 一部电影吧 但感觉 咳 还行 就是 我必须得 一直跑 对 还得还得注意 有没有坑在前面 但是真的有点无聊 就是感觉好像 洞就只有这些了 好像也 容易偷胖 或者是其实我 挺厉害的 真的有点太简单了 就是一下就过了 你看我走到这边 我就过关了 嘿 后后 哦耶 然后就 哦耶 我赢了 跑来这见面了 问我要继续玩呢 还是我要离开 我 请不吝点赞 我 请不吝点赞 我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